大家好 欢迎来到青的西韵草工作室 手作教学课程 你今天手作了吗 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呢 是一个小技巧 因为口罩套 现在很夯的口罩套 那它这么夯 然后呢你买布的时候呢 明明就有很多很漂亮的布 可是它这是属于厚棉的 它的厚度实在是相当的厚 厚棉 能够运用在口罩上面吗 答案是可以的 为什么是可以 只要透过改变布料的整合方式 我们一样可以把你喜欢的布花色 变成一个实在的口罩 那一般我们说使用的都是薄棉 请一直跟各位建议 薄棉因为天气在变化了 热了 所以呢你一定要使用薄棉 才能够达到效果 那厚棉怎么办 好我们来整合一下 把前半段你喜欢的漂亮的地方做外面 把你觉得不OK的地方 就是把你觉得说 它会造成你很闷热的时候呢 把它做在里面 那清今天使用的这一块布料是蛮特别 它是属于一般我们在制作衬衫 所使用的那一类型的布料 衬衫的布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的汁 它的那个汁的那个密度要够 够厚够密 不然的话衬衫会透光 会很透光 所以基本上汁的部分 它会汁的还算相当的密 相当没有百分之百 这是相当的 然后呢第二个 衬衫因为怕闷热 你穿在衬衫会怕闷热 所以它必须 它可以使用那个 它就是它的透气度要很够 然后它是纯棉的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里布 就是靠近嘴巴的地方 口鼻的地方 那我们喜欢的布 这是 这是厚棉 就是很厚的棉 但是它百分之百都是棉 棉透气 可是你厚棉 你如果说一般我们的口罩套 一般我们的口罩套 表层里层加进去的 那个量的时候 实际上真的很不舒服 那我们就透过这种 接布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口罩 就是这样让我们的布料 能够更完整的去运用它 好 那今天教各位怎么制作 这一个属于接布式的 那个口罩 OK 好 那第一件事情呢 因为我们原本一长条的 一个这个作品 是20乘以36 原本是20乘以长度是36 那今天我们改变一下 这个一样是20 这个一样是20 那这长度呢 因为我们必须要两块接起来 那接布要有接布的地方 接布要有接布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使用的布料是 20乘19 一块表布 20乘19 一块礼布 就这样两块布的方式 我们就来把它调整好 OK 好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呢 一样要来制作我们的烫布 轻这次一次就是做两块给各位看 好 我们先把红色这一块完成 红色这一块一样 烫布我们就不用第一次布料自己对着 不用 因为我们实际上只有半块 好 再来留一公分 这里要留一公分的那个缝粪处 所以就是这样子把它烫起来 做出那个记号点来 好 我已经做出记号了 可以看得到明显看得到是三层 OK 这里放上去 折 好 电韵斗烫 我烫完之后呢 我就使用夹子把它固定 使用夹子把它固定 OK 固定了 好 那我们可以再烫一下 增加它的秘籍 那个层次 好 那我们再来烫绿色这一块 一样哦 是对着 一样 是留一公分 烫 好 打开 这个孔洞 我们有说过 这个孔洞对准中间那一条线 然后就把上面折下来 下面折上去 好 然后用电韵斗烫一下 那烫的过程中就稍微抓一下 因为怕它跑掉 好 放起 然后这边夹着 这边也夹着 好 翻回来 这边也烫完了对不对 那如果你觉得烫了有点歪 你就趁这个时候赶快调整 有点歪你就趁这个时候赶快调整 因为我们有时候抓布真的没有那么整齐 好 那烫完之后再来烫里布 哦 我们还没夹 还有边还没夹 夹起来 OK 好 现在已经夹好了 好 接下来呢 这是我们的里布 里布一样哦 对着 一样烫 一样是留一公分 好 好 我们同样的动作 轻这样子做 是为了让各位看得比较仔细 动作就是这样子的带法 再来我们一样把它夹起来 夹完之后 你看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布都准备好了 我们就准备进裁缝的区块 这变成是说表布两块 礼布两块 我这样做起来 我们就会有两个口罩的量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使用裁缝车来车缝我们的作品 好我们就进裁缝车来车缝我们的作品 好当我们完成了 烫布的那个动作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来再车 那第一个就是先固定我们刚才所烫下来的那个侧边 第一个就先固定它 好 那每一个都要车哦 那我一起车会比较那个 比较快 好这是两块表布 再来是两块礼布 一样是直线车缝哦 那这个作品其实有左右两边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它完成 也就是说你一次要车缝很多的其实很方便 OK 我们车了一边 剪掉 好继续哦 车缝另一边 稍微车缝 放开 Mountain 好 车缝了 我们已经把夹齿拿下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要把边边内折进去了 好 我们现在要内折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边 这个边 这个边内折进去 所以是这样折 大约一公分车缝 好 0.5到1 基本上我们当时计算的时候 是计算一公分 所以各位可以使用一公分的方式来车缝它 然后也是一样两边都要车缝 好 我现在每一个的一边都已经车缝完 我现在车缝另外一边 好 车缝另外一边 好 车缝 好 当我们的一个作品的左右两边都车缝完成的时候 好 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两边都车缝完成 两边这边也车缝完成 这边也车缝完成 那两边都车缝完成的时候 我们就来做组合动作了 组合动作其实很简单 好 我们就是 这是正面的 这是正面 这也是正面 两个都是正面 好 那我们把背面跟背面相对 背面跟背面相对 相对之后呢 我们就车缝这边一条线 车缝这边跟车缝上面跟下面同时都车缝 好 那我们就来车缝这个区块 好 两块同时做 因为这样子比较快 我们把正面跟正面相对车缝 好 正面跟正面相对车缝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车缝另一端的 也是布料正面相对车缝 好 两块的正面都要车缝 两块正面都车缝 好 当我们两面都车缝完了 上下都车缝完了 上下有没有 上下都车缝完 翻面 压线 把它调整好压线 好 过来以后 把它调整好 调整好压线 好 上下都压 好 上下都压 翻面 翻面 好 压线 好 paral线 好了 这个 过来 完全 好 好 透过压线呢 我们再翻面 其实我们的作品就完成了 好 我们已经车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只剩下翻面 透过翻面 我们的作品其实就完成了 但是呢 其实在使用过程前呢 我都建议是说 还是要用电韵斗稍微烫过 因为电韵斗烫的时候 它可以让你的作品的平整度也够 然后整个的完整度会比较好一点 那烫的时候呢 跟各位建议就是说 接缝点压着 接缝点压着 然后使用电韵斗就这样子把它烫 好 好 另外一边的接缝点也压着 把它烫好 因为这种烫法会比较轻松 因为等你这边都烫完之后 再来拉正中央 正中央这样一拉 就可以运烫 好 一样哦 同样的作品就是这样子的 去完成它 好 那透过我们这样的制作方法呢 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作品 很 很技巧性的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然后呢 你看布料你真的是很喜欢的条件之下的时候啊 你做什么都是会很漂亮的 你看这个也都很可爱 所以呢 透过不同的转换方式 可以让你的作品变得有特色 而且会很方便 包括说像这一些授权布啊 它本身也是属于厚眠的 它这种厚眠 如果说你运用在你的口罩上 其实孩子是真的不舒服 我们讲实在话 你看图案很可爱 可是你直接后面运用在我们的口罩上 两层厚度实在是很恐怖 所以这种后面最好的办法就是 透过我们的拼接方式 透过拼接可以让我们的作品变得会比较完整 然后就是会让你的作品变漂亮 然后又能够实用 那孩子喜欢使用的时候 其实家长就会比较放心 然后也有打到你买了那么漂亮布的一个编辑效用 好 那今天新的新运草工作室手作教学课程 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那祝各位手作愉快 拜拜 我们的作品在这里哦 拜拜